好 再来呢 全球现场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韩语 今天有什么样的国际大事呢 交给主播 晚安 大家午安 这一节的国际呢 先是聚焦在中沙两国在北京的斡旋之下 3月达成协议之后是同意要恢复一个外交的关系 那么伊朗在6号是重新开放了驻沙大使馆 而在同一个时间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也随即的前往沙国来进行国事访问 他会见了沙国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但其实呢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才刚刚是在上个月的7号来访问完沙国 那么一个月内 两位的美国高官是接连访问 路透就分析 这显示华府现在呢 正在寻求 希望是可以和世界的最大石油输出国来修复双兵关系 加以巩固势力 那么美中两国在外交比拼呢 就被外交认为是美国后院的宏都拉斯 日前在和我国断交之后是正式的和大陆来建交 那么这就被认为北京他们的势力呢 是已经延伸到了中南美洲 大陆外交部在今天证实 宏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 他将会在9号到14号来对中国进行访问 他也成为第一个访问大陆的红国总统 那么在这之前呢 大陆的宏都拉斯的大使馆 也在5号一起来开馆 先来看 当时在红国传出和我国断交之际呢 美国甚至是派了特使前往红国来斡旋 但是呢 也不见宏都拉斯他们回头 那么看到美中的外交关系上 正值两边的紧张关系之际 升温之际呢 美国的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 他4号的时候与驻华大使伯恩斯等人士 访问大陆 5号的时候就见了大陆的外交副部长 马昭旭等人 那么双方呢 这次的会议就是聚焦在 美中问题 台湾议题在做一些交换意见 那么中方他们是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美方呢 他们则强调要维护美国的利益 还有价值观 双边呢 事后是一同的同意呢 认为对话是富有成效 而且是同意要保持沟通 但是呢 其实根据路透的报道 大陆的官媒他们却罕见的认为呢 这个访问他们其实是感到反弹 他们认为美方是在做秀 那么环球时报就引述了美国问题的专家 吕翔他的说法 他认为呢 康达这一次的访问 是透过外界来传递 美国寻求和大陆善意沟通 但是呢 却要将这个沟通不顺畅 希望把这个责任是推给大陆 更提到呢 康达他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 所以呢 这一次的访问 是带有调研性质 不要指望双方会有一些突破性的表现 那么其实他谈到呢 调研性质就是在指 美方呢 他们希望借由康达他的访问 来为双方更高的层级接触 先做一个铺垫 希望呢 是可以先试试水温 看看中方他们对于高层的会晤 是有什么样子的态度 而在同一个时间 确实呢 美国的媒体他们也是不断地放一些消息 说呢 美方希望和中方的高层互动的一个态度 看到呢 包括美国官员 他们就向路透透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现在计划 在几个礼拜之内呢 就要出访大陆 甚至还说呢 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个人会会面 那么当然官员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美国的国务院呢 他们也没有证实这个说法 而在这个之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他当时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他也表态 他说拜登和习近平在某个时间点 两个人就会来见面 同样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点 但是呢 苏立文他也强调 前提是美中高层 他们需要呢 先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协商 但是针对美方希望对话 吕翔他也表态 美方现在呢 所谓希望加强双边的对话 但是依旧是停留在口头上 像是呢 在涉及大陆的核心问题方面 也就是台湾问题 美方呢 其实他们几乎是没有正面表态 包括在中段的军事对话上 中方他们也是不断地表明立场 呼吁美方不可以喊着要对话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么包括美国方面呢 他们想要对话 但是依旧是制裁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南海战略的主任胡波他就撰文表态 他说呢 美方的行为实在很难让人看到诚意 指点尽管中方他们也希望一个稳定的关系 但是呢 不可以没有原则 所以呢 其实中方现在的讯息已经非常明确 也就是如果美方想要对话 那么就先得把态度摆正 展现诚意 双方才可以相向而行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清康达访问中国大陆 和驻华大使伯恩斯等美方官员 以及大陆副外交部长马周旭 以及美大司司长杨涛会晤 双方就美中关系两岸议题进行讨论 白宫肯定此趟访华行 不过对于康达的访问 央视评论却不这么认为 大陆官媒央视评论点出 美国一方面遏制打压 一方面却喊着要和中国对话 这其实是美方的战略常态 然而中方并不买单 国际瑞评强调美方想谈就谈 想打就打 哪有这种事 还点出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霸权外交 美国问题专家吕翔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也表示 康达循规道具的访问 其实难有突破性表现 不过吕翔也强调 本次美中中等级别的接触 有望听双方更高层的互动来铺路 尽管美中关系紧张 拜登政府仍旧持续寻求和大陆的对话 根据彭博社和路透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访问中国 并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只不过美国国务院相当低调 并没有正式相关报道 而为了与中国大陆抗衡 美国也攜手日本和菲律宾 在充满争议的南海一带 首度进行三方的联合军演 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 也让北京返天 北约更计划 7月要在东京设立办事处 尽管日本澄清 目前无意申请加入北约 但法国总统马克宏 依旧跳出来反对 巴黎官员也认为 北约应该限制在北大西洋 更担心设立东京办事处 会破坏欧盟和中国大陆的互信 不欢迎北约把触角伸向亚洲 大陆外交部除了认同马克宏的说法 也警告北约不要干预亚洲事务 美中角力似乎越隐越烈 接下来韩总报道